我明镜十七岁接管明驾 多少次死里求生活过来的 我什么都不怕 我在宫中二十多年 足以自保 默默无证 并非任人在割 刘敏涛 典型地生活在电视剧里的人物 二十多年演员生涯 在四十多部影视作品中担任主演 在中国内地女演员当中 刘敏涛绝对称得上时 有她在 观众就放心了的那一个 您会觉得自己的生活经历 会对于角色的塑造 有哪一些的影响呢 潜移默化的吧 人和人之间最真诚的东西 不掺任何假的 没有虚假的 这是最宝贵的 我觉得表演也是这样的 就是此时此刻 此刻此景我就相信 你是我爱人 你就是我的爱人 你是我的孩子 就是我的孩子 你是背叛了我的那个人 那你现在就是背叛了 我的私心杂念非常少 很少 从标准乖乖女 到派妮萨姐 中年归来 她说找到了自己 对人生的掌控感 随便谈个恋爱 这很简单 就是很多人不经常说那句话吗 明天的太阳照常升起 就放在我身上 可能我根本不知道什么是复杂的 因为我本身天生 天性很简单的这么一条直线 顺其自然地去走 你自己是可以做到的 因为没有人可以靠 只有你自己 自己才能生长 因为面对面 专访刘敏涛 靠自己生长 只有自己为自己喝 才只有自己为自己被爱 三八妇女子前一天 我们在北京的一家家 只拍摄片场 见到了刘敏涛 当天的五套造型 优雅的 端庄的 大气的 知性的 现代都市的 集合了所有有关女性美好的词 这可以放头脸再去贴街坊的感觉 对 对 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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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挺好看的 还真的挺好看的 这酒也挺好的 它有一点点坐坐 但是它又坐坐的 又让人很舒服 对 对 他说你是那个时尚先锋的老戏骨 因为我喜欢 就是你今天穿这种色彩啊 感觉都是我喜欢的 谢谢 它又很舒适 但是又很休闲 但是休闲中又透着你很高贵 就这种感觉 就是都可以日常的 对 然后都可以就是来回大家一块 对 我听说今天早上 您女儿生病了 对 那还好吗 还好 看完了已经 她膝盖应该 因为在这个 所谓的青春期间 十几岁 她膝盖有一些问题 疼 我有点害怕 我就带她去医院看了看 那像这种 就是女儿生病了 然后你去把她送去医院了 然后回头这边 你还有一大堆工作 你心里面会有忐忑吗 会特别担心女儿吗 她如果病很严重 我可能就一直会在担心 或者我可能就会 真的对不起 抱歉 我也拍不下去了 如果说是这种情况 我在这种情况下 我已经完全忘记了 您要不说我都忘了 没良心吗 因为她一滴很轻 第二就是 她自己现在也 有些地方也会让我挺放心的 也不用特别地去关注 她现在十三 十三岁 十三岁 我其实我特别好奇 就是一个中年叛逆的妈妈 和一个在青春期的女儿 你们两个是怎么相处的 几家欢喜几家愁吧 擦出来那个火花 有的时候是 很让人心动的 感动的 幸福的 欢乐的 但是有的时候 确实也让你很焦虑的 都有 她跟我说 比如说 哎呀 画画太辛苦了 或者是什么什么什么 太辛苦 那我说 你说你将来做什么不辛苦 你不付出努力 怎么能得到 这有一部分是我们 我们的原因 就是我把它保护得太好了 我爸爸妈妈都把它保护得太好了 其实我们那个年代 很少有自己说 我在吃苦这个状态 我们那会儿跳舞嘛 那膝盖就像他这种情况 那简直太常见了 什么苦对他们来说 不是苦呢 既想得到那个 他最想要的那个 比如在舞台上的一个好的结果 名列前茅 被人欣赏 被人尊重的一个社会地位 但是他又不想在成为这个 这样的人的过程当中 去做出自己的努力 这样是不行的 这是我们俩经常碰撞的 现在目前的点 是您在小的时候 然后妈妈爸爸 其实也是很保护您的 对 我爸爸妈妈 我觉得是天底下最好的 母亲和父亲 他们给了我他们的所有 特别是我妈妈 就是他们在 真的是无私的奉献和付出 为了这个家 为了孩子 亲其所有 但是他们无怨无悔 您觉得妈妈爸爸 对您做出最伟大的付出 是什么 是让您觉得那么真实 是让我有安全感 是让我觉得温暖 是让我觉得 我在任何时候 我都不是孤单的 是那种 无论您做任何决定 他们都会全力以赴地支持你 全力以赴 只要您想退 就会有一个家在这儿 只要是我的选择 只要我开心 我幸福 我想他们一直都是这样的 大家好 我是刘敏涛 今天我想跟大家聊聊的 是我的中年叛逆 其实在2014年之前 我可以说是叛逆的绝缘体 四十不过的年纪 刘敏涛在一次公开演讲中 给自己贴上了中年叛逆的标签 在演讲中 他提到自己从小家教森严 性格乖顺 生活的轨迹 几乎全部符合社会对一个标准女性的预期 中系毕业后 接系不断 事业上升期 遇见爱情 顺利成章地回归家庭 相夫教子 但是七年婚姻 让他活得孤寂而苍白 2013年 他做出离婚的决定 开始真正为自己而活 他形容自己成了 享受叛逆的中年女人 就像努力跳起来去购一样东西 非常过于 两三年前 那就是在1819年的时候 您觉得自己是中年叛逆的那个阶段 对 那个时候是那个时候 想说的用的这个词 我觉得比那个叛逆的词 要再弱那么两级吧 一级到两级 他有一些反叛 有一些精神 有一些那么独立 那么自主 那么就是想要怎样 我现在倒一点都没有 那个想要怎样的那 两三年前的那个样子 就是我好像觉得 气往下走了一些 以前就是确实是 爸爸妈妈说什么就听什么 因为心里只有一个信念 就是他们一定是为我好 从我女儿出生以后 家长说 我这是为你好 放在女儿的身上 我会感受到她的压力 有时候站在女儿那个角度就想 哦 原来 在她的眼里 为什么你用这个话来 要来压我 就来让我所谓的听话呢 像我女儿 她们就在很 十来岁就会有这种 想法了 我可能是在四十多岁 我才 哦 是啊 刘敏涛 1976年出生于山东烟台 成长在一个传统的中国式家庭 从小乖顺听话 一路顺遂 1993年考入中央戏剧学院 因长相属于巩俐型 清秀大方 受到专业老师的格外偏爱和培养 1996年开始演戏 戏没断过 有刘敏涛自己的话说 来了就接着 生活扎见了不同的故事和角色里 一直到2006年 在观众给予刘敏涛 更多期待的时候 她宣布走入婚姻 回归家庭 因为我看到了 您的履历上面 即使在结婚的这七年当中 每一年其实都有作品 至少一到三部 就没有放下过 就是那一部两部 也都是之前积累的一些 合作过的老师们 在回头来找到我 然后呢 长时间的 我可能也就不去了 就比如说去 短的客串一下 十天半个月的这种 离家时间不用特别长的 唯一有一个戏 我这几年 七年吧 叫娘那个戏 是当时09年拍的 那个戏时间比较长 角色也重 是高安老师亲点的 我一听我当时 就已经激动得都不行了 因为我太喜欢她 太尊重她了 对 我当时想就是 我什么也不要 我也要跟她去学 学习 就是那个戏 是唯一一个 我时间长的 就是在婚姻当中 取了那么一个心 娘怎么就糊涂成这样 你看看 输来输去输了多少遍 怎么就把自个儿给忘了 真实点 娘是把所有心思 都用在俺们身上了 你别把娘说得那么深呼 其实当娘娘都一样 尤其是遇到这样子 特别好的机会的时候 您的那个心里边 是怎么样去 怎么样去和自己交流的 我是一个 特别不善于思考的人 就是冲动性 看字表面好像 一直眼睛里 我妈妈说闪烁着思考的光 其实心里什么都没想 因为长了一双这样的眼睛 出来的眼神就是这样的 让别人就会想到 你可能在想什么 其实我是空白的 所谓的空白就是我很简单 对于我来说 线下发生的事情 我就线下去解决 我不会想那么多 没有过刻意地去想象我的人生 或者是我的表演的这条路 我在婚姻当中 该怎么去应对它 一切都是顺其自然 得到的总是比失去的多得多 得到了什么 得到了我的女儿 得到了太多太多 别人没有经历过的 经历就是财富 有那么一句话吧 他说我早上愉快地散步回来 已经看过我的目的 就那一下子那句话就把我 让我很震撼 就戳中我了 你说我怎么去克服这些东西 很多人不经常说那句话吗 明天的太阳照常升起 这很简单 但是你真的要相信啊 就是你怎么能真正地 从你的内心深处觉得 世界就是光明和美好的 你看到再再多再多的 不堪 你也要有这样的信念吧 就是你的眼睛里 是永远都充满了光芒的 就是杨将先生说那句话 我对你好 不是你有多好 是我足够好 无论我是撞了南墙 我还是受了委屈 还是受了欺骗 我觉得值得 别人都不重要 一切都不重要 我做我自己 我自敦厚善良 这两年的状态是怎么样 您喜欢和满意吗 这两年的状态 就是马不停蹄 一直在忙碌 一直在工作 停留下来的时间 给自己的很少 对 除了工作就是家人 我其实这么多年 一直都是这样的 要高一见身份 对 有人问刘敏涛 你人生中的叛逆 会不会来得太晚的一些 他说 不 我今年四十多岁了 该有的幸福感 该有的挫败感 我都体验过了 一切恰到好处 这种叛逆 说到底是什么 是我自己对人生的掌控感 中年叛逆归来 刘敏涛把周一丽 重新投入演艺事业 凭借电视剧《伪装者》 和《狼牙榜》 强势付出 无论是霸气侧漏的 明家大姐 还是隐忍动发的静飞 刘敏涛动用扎实的演技 演出了属于自己的气场 其实你一路也都是非常顺遂的 有些事业之上 然后每一年也都会有一些作品 15年的你的两部作品 《狼牙榜》和《伪装者》 是让人觉得非常敬佩的 而且是非常成功的 谢谢 是什么让你一下子 所谓人家说的是 后积勃发的这样的一个女性演员 角色本身给到演员的 就已经足够多了 好的编剧 好的导演 好的团队 所有的合作的这种 周围的演员们 出来的东西一定是好的 优秀的 优质的 这是我很幸运的事情 那个时候的一场戏 一幕一幕 很多都在我脑海里 会有很深很深的记忆 但是你让我 把它理性地分析出 我自己是什么样子 我也不知道 你让我现在再去 重新演静飞 重新演大姐 那可能是另外一个版本 不用顾念我 成也好 败也罢 只要你我母子生死共担 又有何惧 你们三个听我说 你们三个 不准活 不准寒假 不准哭 不准哭 明天 你这个傻孩子 不让你 你以后不听我 我是一个特别当下的人 你给到我角色之后 我到了那个环境之后 就演呗 我会想 但可能不会设 设计的设 我人生当中思考最多的 就是角色了 其他我都不爱思考 火寒之毒 为天下奇毒之手 要想清理它 要何止脱一层皮 那么简单 我遇到一个 我喜欢的角色 只要有空 我都在想 总是在想 一直在想 茶余饭后 我都会想 认为自己准备好 安拓工作也做好了 从明天开始开机 我要进入到 这个角色当中 进去了之后 它再发生什么 一定不是我 这之前 所有想的这些功课了 就全部丢掉了 就当下就 从心从头开始了 我是这种创作习惯 荧幕之上 刘敏涛全世的角色 坚韧 刚强 满身 满心 都是主心骨 荧幕之外 她试着让更多的人 看见一个真实的刘云桃 她参加演员的诞生 网友评价 明明就是导师纪 声名起劲于台上 她用三段配音 拿下当期冠军 她剪了短发 尝试露背妆 和摇滚乐团 新裤子合作 这些都是她此前 从未预料的事情 您会觉得自己的生活经历 会对于角色的塑造 有哪一些的影响呢 它是潜移默化的吧 人和人之间最真诚的东西 不探任何假的 没有虚假 这是最宝贵的 我觉得表演也是这样的 就是此时此刻此景 我就相信 你是我爱人 你就是我的爱人 你是我的孩子 就是我的孩子 你是背叛了我的那个人 那你现在就是背叛了 我的私心杂念非常少 很少 比如说你们在塑造角色的时候 生活家当中的这一个妈妈 她的那个呈现是很诈呼的 对对对 然后出来了之后 也有很多的观众会觉得说 哎呀这个不是刘敏涛 你怎么会演这样的角色 你快回归 就是大戏的端庄的 对对对 也会对这种角色 以及你选择的 你相信那种演艺方式 产生了质疑 这一定是一个过程 但现在我又完全反弹回去了 我觉得这反弹回去的力量 更大对于我来说 也是个很大的收获 真的很谢谢观众对我的厚爱 一直都那么爱我 就是很少有负面的 我的在评价我的演技方面 但是只有生活家 他看到的就是 您刚才说那个回归 不要再炸炸糊糊了 不要再怎样怎样 我也挺难过的 我就一直在看 什么原因 我应该怎样解决呢 这是我一直在思考的问题 但是 但是对不起了 因为前两天 四川电视台也 又重新播了嘛 我妈妈就是 她是我的忠实粉丝 最忠实 在家又看 我正好也 那天也在家 我就跟着我妈妈又 又很少看自己的戏 又看自己的戏 就不太好意思 从那次晚上 看了那么一点点 我就走开了 我回忆着一幕一幕一幕拍摄 包括到现在 已经是二轮三轮播的时候 没有问题 我可以很坚定地回答 没有问题 我不用解决什么问题 那就是我想要的 我就想 这个人物 我想表达出来的 就是那样一个邱小夏 那样一个妈妈 所以这一种落差之后 你还能够坚定自己 那股力量是从哪儿来呢 因为我是真的 这个人物在我心里 也是活的 鲜活的 是没有一点点 在镜头面前 掺甲的东西 我的眼泪是真的 我的欢笑是真的 我的台词 每天晚上背到 十二点一点钟 也是真的 这都是我应该做的 我认为一个活生生的 真实的人物 在那儿的时候 观众为什么想 让我回归 因为他们不想 所谓的破坏我的形象 在他们心目当中的形象 因为那些形象都太完美 高大上了吧 那么一个这样的妈妈 这么结市井气的妈妈 有这么多缺点的 弱点的妈妈 为了生存 每天都在歇子底里的妈妈 人性不美的一面 所谓的不美的一面 那么谁又愿意看到 所谓的这不美的一面呢 尹平川这个坏家伙 是不是给你洗脑了 他说的话 你孽子也不能洗脑 他为他那个孩子 他什么都能凑得出来 根本不管咱们 俩俩的死活 在生活家里 刘敏涛用一种 尖调快速 直言直语的方式 演绎秋小霞 刘敏涛说 如果不是这样 他就会被忽略掉 他就是这样去挣扎 为自己和女儿去争取 那孩子 我叫你一个呀我 你要留什么三成两短 我怎么办 你怎么不想想呢 我告诉你 你别给我懂这个白心思 听见没有 你给我好好的 现实生活中有很多秋小霞 或许没有电视剧里 人物角色塑造的那般极端强烈 但也总会触发出许多情感共鸣 你怎么利用我的孩子 结束婚姻 走上中年叛逆之路 刘敏涛不像外界看起来的 那样放飞自我 桀骜不逊 她说 真正为自己而活的时候 才发现 生活不再是田园木鸽 叛逆是需要力量的 只有靠自己 才能掌控自己的一生 我本身天生 天性 就很简单的这么一条直线 那么在这条直线上 可能生出很多细枝末节来 你想要的 你不想要的 它都一定会发生 自然的生长 你只能顺其自然的去走 你看到参天大树 在泥土当中挣扎出来之后 你能看到的 仅仅可能是它的三分之一 更深的埋在土壤当中 在你挣扎的这个过程当中 你试着把自己这些土壤 和这个根紧紧地让它踏实了 你自己是可以做到的 因为没有人可以靠 只有你自己 自己才能生长 你希望观众朋友们 能够感受到一个 怎么样的萝卜桃 他怎么看我是他的事 我就是这样了 我也在意大家怎么看我 但是我不会为了 你怎么看我而去怎么去做 想往的那一个未来的自己 是什么样子 不要害怕孤独 因为我是害怕孤独的现在 不要害怕失去 依然像现在一样的温暖 拥有一颗善意的 善解人意的心灵 现在还相信爱情吗 相信 毋庸置疑 能够相信爱情的人 就是很美好的存在 不要放弃追寻 这种感情 也就是很美好的 这种感情 能够聊天不被演讲 能够继续玩意 他会不会在做 他会发觉你好多东西 我觉得女士真的是很美好 而且我觉得我们有很多的相似 甚至很美 感谢观看